美国FBI日前在脸书投放中文广告 希望在美国遭受中共指派人员骚扰的民众 可以主动联系FBI费城分局处 FBI表示 许多在美国的民众并不知道 跨国镇压是违法行为 并解释这者广告目标群众是 在微信上经历过类似骚扰 使用中文的微信用户 俄罗斯去年底在乌克兰战场遭逢挫败 引发士气低落和民间反弹的一连串问题 如今而佣兵团体瓦格纳宣称 已经控制乌东盐矿城苏勒达尔 和其必大约500名清乌部队 这项说法遭到乌克兰方面反驳 总统泽伦斯基指出 俄国急需一场胜利宣传 但当地的战斗还在进行中 通讯人体WhatsApp因为它的加密特性 在中国境内被禁用 不过现在WhatsApp宣布 在最新版本内建代理伺服器功能 可以绕过网路限制 也就是App自己内建翻墙功能 阿富汗外交部附近 1月11号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20人丧生 40多人受伤 文化部副部长表示 当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原定在那里会面 但不知道爆炸发生当时 他们是否在场 接近组织伊斯兰国宣称方案 还说死伤人数包括外交人员 新唐人亚的电视真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